从此母亲节的买器 台中西屯的百货公司 推出韩国文化物产展 引进百项的韩风新品 其中还有不少全台独家 像是超长手的蜜桃荔枝牛奶 还有火红的咖喱口味螃蟹饼干 以及韩剧常见的数十种口味烧酒 统统一网打尽 让哈韩明能够一饱口福 韩国文化物产展正式在百货登场 网络了百项韩风新品 并且以多样化的口味取胜 像是这一款在台湾流行多年的饮料品牌 就独家引进蜜桃荔枝口味 让许多韩明都难以遇到 还有还有螃蟹造型的饼干 在市场也很行 咖喱口味在这也是独家开卖 韩国一些道地的零食的小吃 包含我们的螃蟹饼 韩国书 以及我们还有现场 一些熟食区 都是要推荐给我们台湾大院来的好朋友们 韩国美食不能错过的 还有韩式泡面新鲜泡菜 以及补生用的粒子人生鸡 在这里都能够采买得到 而当然也少不了烧酒 这里就有从韩国进口数十种的烧酒口味 大概就是17点多%到20%之间 那一般韩国的男性的话 他们是冰着 那可能会直接喝 女生的话可能觉得这个主定能度比较高一点 可以参考水果系列的 或者是把原味的烧酒加一点点 苹果系打跟雪碧一起喝 当然还有像是路边美食辣年糕 以及目前火红的香肠年糕等 卖场内就有涉滩 让韩蜜们可以直接品尝 最好吃的方法就是年糕和香肠 一口一起吃下去 这比较好吃的 母亲节档期进入倒数 百货业引进韩国美食巨客助攻 要拉抬人气跟买气 带动业绩成长 至少点加话台中才碰不到